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时潮剧教 在今天推特上我看刚刚发了一个人发了一个文章 他说北京市叫网信公安通管 我不知道什么叫通管 工商等五个部门约法联合约谈京东 信访办公安局通信管理局 工商局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 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 我不知道原来是否应该归维稳办 就京东在网上售卖相关违法违规商品出版物 其他印刷品的行文 约谈网站相关负责人则令整改 那文化大清洗了 京东应该是我从来没上去过 就像阿里巴巴那些网站从来没上去过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这种网站销售平台 至于网上有这些东西 那他不许他销售 那就变成了网站就要相应成立大规模的这种 你得请人啊 你得请人把这些东西得清除掉 对不对 如果都是网上摆摊的人 他又不像是这个 他又不像是这个动物园那样 练摊的 你得交租的 你得知道你卖什么 他反正上来就卖了 我相信在国内网上销售太多情况是这种状况 那这种状况如果 而在中国的概念中 一切都是一切都可以随时被管制的 钱好赚 人难做 钱太容易 做人太难 因为你做了人了 你就赚不着钱了 这是在今天共产党框架下的关键 人怕出名猪怕状 那京东是这么个被待遇的话 那我们刚才有期节目说了 人阿里巴巴在外面买了一个南华早报 替党进行宣传 所以他永远生活在一种 永远生活在一种不知的未来过程中 我以为这是在海外跟国内的一个太大的一个区别 太大的区别就是 我说的意思就是 在海外你做什么 你知道你会得到什么 你也知道你会面临什么 政府是服务的 那遇到不遇到公平的事 不公平的事 肯定能遇到 人生活在环境中就一定会遇到 对吧 但是呢 他不会说 正常人的生活 他是一个正常人的过程 在中国是高级动物的生活 那高级动物的生活 就让你永远不知道 哪块云彩下雨 哪个山坡会滚石头 这是我觉得这是他今天遇到这种故事呢 我个人觉得反而很正常的事 反而很正常的事 而且在很多情况下 其实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所以 有关中国问题 那你能够评论的话 反而有听众 我相信跟这个东西是有关系的 是有关系的 因为你不知道 他最难的就是真相 找媳妇难 一点都不难 找真相最难 媳妇找回来了 他是不是你媳妇 这是真相 你敢说吧 这个是个问题 你嫁了人了 这先生是不是你唯一的先生 这事不好办 这事 所以我说 娶媳妇容易 嫁汉容易 但是他真是你媳妇 和真是你先生 这事难 里面因为包含着 唯一的问题 财新网把 段伟红的 相关内容都给删了 这个 今天连续不同的 两个媒体都提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 4月2号 财新周刊 4月2号批文说 段伟红 应涉及到 跟孙政才一案 在2017年9月份 被带走 至今失联半年 当中提到 孙政才曾经协助段伟红 拿下了北京黄金地带 华都中心的项目 但是很奇怪 财新这条报道 刊登不久 结果就在网站上 全都被删掉 这是 这事件 这是今天的问题 所以说明他 有人不让他登 但为什么不让他登 这就不知道 那他就很奇怪了 他登出来的内容 是冲着孙政才去的 而孙政才呢 我们知道 又是习近平 现在 一直 薄熙来孙政才 一直被打的对象 那财新周刊呢 胡舒立是老板 一直是这个方式在做 所以那段伟红遇到什么 为什么这篇报道有问题 报道题目说 叫 断性神秘女商人失联 涉孙政才案 原文呢 登在了第 2018年 第13期 就是今天的 官网称 女富商 太宏集团的董事长 段伟红 设孙政才案 失联半年 报道讲说 段伟红通过孙政才 帮忙打招呼 与众多实力背景的公司竞争下 2010年8月份 拿下了三元桥 燕沙核心商业区的 华都中心 那并通过北京市规划部门 那将华都饭店 扩建为华都中心 华都饭店还有 那很老的了 应该是 那他说当时 孙政才已经调到吉林省 但影响力还在 所以很简单 这是讲说 段伟红的 讲的段伟红 而设计批的呢 是孙政才的权力的展现 跟段伟红之间的关系 文章里还提到 2004年 他拿下首都机场的那块地 那是 04年是 这是老事情 04年是指 北京奥运会拿下来之后 扩建北京机场 首都机场 而当时呢 当时的孙政才就在 顺义县认投 所以首都机场 顺义县 顺义区政府 当时叫顺义县了 跟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 合资成立公司 那叫大通关基地规划 在里面做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概念下 段伟红出现 段伟红突然加入 他说是顺义区 顺义县打的招呼 那把这个机会 让给了段伟红 那 而当时 孙政才是 是在顺义 所以这里就讲 他讲了 里面讲了很细的 段伟红的 当时拿下首都机场的 叫航空城建设 开发经营的 整个公司 成立 那这个报道手法 就类似于当初 报道吴小辉啊 等等 类似了 跟就是 一个生意人的失踪 跟一个官的联系 跟一个官的联系 报道里没有明确写出 段伟红 向顺义区方面 打招呼的是谁 但是这里提到呢 当时的县委副书 197年到02年 孙政才是顺义县的县长 区长 副书记和区委书记 02年到北京市任秘书长 和这个直属机关工委书记 06年到农业部任部长 离开了北京 所以那如果在当时的情况来讲 02年到了北京市常委 任秘书长的话 接任他的县委 这个顺义县的县委书记 必须买他的账 而他是从顺义来的 而按照中共的规矩来讲 那新的县委书记呢 肯定惹不起 肯定惹不起他 肯定惹不起他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前后的故事 香港01在报道 他说离奇的是 这篇文章登上之后 结果全都给删掉了 连杂志网上上网上版都给删掉 所以这就是出了事了 那也就是财新出事了 报道内容出事了 而报道内容在 在这个段伟红身上出事 香港01翻遍了财新网官网 所有内容都没了都撤了 而封面也给改动了 原来的封面左上角印有 神秘女商人段伟红 折异现在改成了腾讯阿里零售站升级 全改了 是 所以香港01在报道这个时候 完全是讲了一个故事 他没说真实 没说内容 然后他引述了 纽约时报的 二月份的报道 段伟红的报道 里面当时谈到说 段伟红是跟温家宝的亲属 被指控27亿美元的资产相关 他跟温家宝的同乡 也是 他是温家宝的同乡 也是温家宝太太的好朋友 这个当时我们跟大家讲过 但是纽约时报当时的报道 是来自于大卫章和傅财德 大卫章就是原来2012年 打击温家宝的那篇文章的主写 而在整个采访报道中 他更说的一段话 说段伟红失踪 是应该跟孙政才有关 而并非涉及到温家宝他的亲属 当时纽约时报用了这句话 但是他作为在报道中 他是作为平衡的角度来讲 用这句话 而更多的却采用了 大卫章当时对温家宝的打击 就是说纽约时报在报道内容 站在了打击温家宝的角度 站在了打击温家宝的角度 所以当时那篇文章是这么出来的 可是这一次今天财新网这么登 登出之后被勒令封杀掉 你现在主管宣传的是王沪宁 财新周刊跟胡舒立的概念 他们的位置 足以能够引起王沪宁的关注 王沪宁的关注 那王沪宁的报道概念来讲 掌控这种媒体的概念来讲 一定有他的明确的方向性 而他的方向性来自于习近平 王岐山 那美国之音就很快地提到说 可能投鼠机器 就是说应该是跟温家宝有关 纽约美国之音在报道中 这个报道 他的猜测中也是打击温家宝的 这是没错的 但是他提到说 比中文版简单的英文版 现在还有 那我们不知道有没有 因为他讲这篇 几个小时之前还有 断姓神秘商人失联 设孙政才案 结果突然撤版 没有了 这篇长文 没有提到温家宝 他的及其家人 但是有些读者想到 这个是 这是美国之音 现在最近在报道中 他经常这么报道 他说被删的报道 显然不是因为段伟红 也不是因为孙政才 因为孙政才早已经下来了 应该是因为温家宝 傅财德发表推文说 财新写段伟红的文章 还点名了平安保险 中远和新实际发展集团 似乎更像温家宝聚焦 那傅财德是 傅财德呢 傅财德呢 是当年写习近平的 所以大卫章写温 写温家宝 傅财德在彭博社 当时的彭博社 写习近平的 那现在这篇报道看起来 如果这个角度来讲 应该是 财新在无意的报道中 触及到 会被其他媒体联想到温家宝 或者会被像 比如像纽约时报 或者美国之音 他们更热衷于 揭露温家宝的内容的话 会被他们利用 从这个角度的看起来更多 从而被撤掉 那反过来也就验证了 习近平在力保温家宝 力保温家宝 所以胡树立的文章 更像揭批孙政才 无意碰到了温家宝 我觉得更像这点 比而比少 外国人看中国 这是另外一个非常 怎么说呢 我以为是参与到 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人 也是美国人 首都机场跟顺益资产有 和顺益部分资产 跟孙政才有关 孙政才的保护人是温家宝 这是他一直说的 而温家宝的家人 也是在这个买卖中获利了 打虎真的会止于孙政才吗 所以段伟红的事情 不止于孙政才 温家宝的家人 肯定会有关系的 那财新爆料标志 很快会审判孙政才 那也可能快有 其他的大老虎倒台 是这有可能 所以会被这几个人 美国的几个人 拼命再打温家宝 而习近平再保温家宝 那孙政才 财新网登出来的目标呢 是为打了孙政才 那有可能就像这个 逼儿逼舍部说的 有可能会揭露出 表示孙政才将被 将被很整一把 很整一把的原因呢 会不会有其他的东西出来 他接替型 这有可能 但是呢 会不会是温家宝呢 现在看起来不是 看起来不是 在美国之音上 他也承认 在打倒薄熙来的过程中 温家宝起到了重大作用 那而这个重大作用 本身呢 造成了习近平呢 有机会成为今天的习近平 同时得罪了红二代 可以这么说吧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 然后文章里他又引述了戴晴 戴晴是叶剑英的养女 2013年8月22号的专访 我个人觉得那太早了 太早了 因为现在的概念 等看到这种故事的时候 你现在的概念 五年之后再看 恐怕不好说了 当时说 薄熙来当初不在胡耀邦 跟李锐的选拔的 一百多 一千多名培养对象里 是自己奋斗上去的 而胡锦涛 温家宝 习近平 是作为第三梯队培养的 那在我个人眼睛里 很显然 这是美国之音 在报道这篇文章里面的 在强调 他中共的 在提到中共的接班制度 在强调温家宝 习近平跟 跟这个薄熙来之间的关系 财新网上介绍上复的文章子 微博贴的也都删了 下面留了 温影帝等人 影帝的白手套等等 这些东西也都给删掉了 但是英文吧 他说没有被删 但读者们需要订阅才能够有 所以如果英文版没被删 说明 说明他的报道方向 是冲着孙政才去 我们就走一步了 但是呢 他知道在中文的 浏览 浏览中 会被人们直接引到 温家宝身上 从而被删掉 依然保持着曾经一直存在的 复杂的程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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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